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Darling is better Take it from me 你們在幹嘛 很大的咖 我們在歡迎你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表演 我以前一直覺得 我唱歌是很難聽 但是今天看到你們的這個表演 我跟你講 我在你們的旁邊 算是因為長學友 真的有動畫 黎明 想讓你有信心才這樣好不好 你長得不像 中間不是那個 中間不是這個 中間不是這個 你想要這裡表演什麼 你的表演的美容是什麼 意思是什麼 你看這個 什麼都不必說 說 什麼都不必說 什麼都不必說 我知道你們要介紹什麼 知道什麼 你們現在介紹的是 這家餐廳嗎 沒錯 對 不需要 不需要在這裡 這樣子的表演 這家店我也知道很有名 對 有名 他們賣的是很大的龍蝦 是不是 沒錯 這間以龍蝦為主題的餐廳 可說是紅透全台灣 全店的海鮮 以加拿大進口生龍蝦為主 變化多端的美食組合 彷彿就向龍蝦饗宴 其中最引起討論的一道菜 可是讓海鮮迷為之瘋狂 超霸氣的吃法 可說是全台首創 吸睛指數大破表 好 我餵你吃 好 天使 你請看這個 裡面還有弄 好大塊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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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一樣 好棒喔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驗 我們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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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這樣 這麼大那天 明明想說 很大隻很大的龍蝦 我在這裡吃 一隻小小的小兒子 好 好 這家厲害 這家的龍蝦 都是全加拿大 野生撈來 空運的 我要吃這個耶 這是一個生命之 龍蝦生命之 整個喔 整個龍蝦的上面 太誇張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上面這就是熬耶 超大的 超大這個 就是 小心謹慎 它會噴嚼 OK 超小的 有沒有 整個龍蝦的肉 好好吃 好甜 稍微上面有一些 你看 它的糕在上面 這是糕在上面 你看這個 吳鳳 我發現你真的餓了 來 我幫你擦一下 謝謝 因為真的 看到你們在吃 我在這邊 這樣不行啊 很新鮮耶 觀眾朋友們 你們看 超強的 真的是在台灣 從來有沒有吃過 這樣子的一個料理 很特別 上面都是那個 這個 蝦膏 這邊一定要貼一下 這邊 這看起來超誘人的龍蝦三明治 超大塊的龍蝦肉 吃起來紮實彈牙 而且鮮甜又無腥味 是店裡的明星商品之一 下一道跨國界吃法 也是必吃的人氣佳肴 新加坡龍蝦辣上面 好 OK 先吃個麵條好了 對 麵條 好香喔 喝湯 喝湯 有了 有 很不一味 很入味 很... 喝的時候也可以吃到那種 裡面的那種 那種龍蝦的口感 和其他食材在 精華嗎 甜甜的 很明顯 有點沙沙醬 因為一顆一顆那種 非常好喝 好辣 可是它好香喔 這裡還有一個重點 有沒有看到 我以為這只是裝飾耶 不行一堆一堆給你們看 我真的以為它只有殼 你看刀跟肉都在這裡 可以給大家看喔 觀眾朋友們 真的 看下去看喔 哪裡看喔 哇 它有熬耶 你看看 熬也在裡面 所以我們剛剛有吃到一點甜甜的 是它的那個 本身龍蝦的鮮甜在裡面 它已經融入湯底 它的肉都在這 我真的以為它是一個裝飾品 這種頭到的一樣 這樣可以挖一下喔 可以挖可以挖 糖 有彈性十足 如何 好好Q 好Q 一般我們吃龍蝦 就會覺得有時候會太甜 所以有時候龍蝦跟蝦子 我會選蝦子 可是它這個就會有甜 然後又有那個辣跟那個香的在裡面 你吃吧 來囉 有點超Q的 彈 我看它丟一下 彈的 彈的 超彈的 超彈 如此Q彈的口感 這就是老闆特地選用野生龍蝦的原因 同時為了讓美食國際化 老闆還推出南洋平民美食做法 透過微辣的口感帶出龍蝦的鮮甜 跨國界組合讓人一吃就上癮 麵也很好吃耶 蝦乳酪披薩 重點 重點來了 我跟你講 這個龍蝦 披薩是它的肉量兩倍 真的假的 這個頭很大耶 但有頭有尾巴 有凹 一整隻喔 沒錯 你看天啊 你看我這個肉它好美喔 我已經看到你爆吃了 好吃不吃好吃的披薩 有沒有超萌的 沒有 其實很濃 然後我不知道在上面吃到什麼 現在還可以有咖啡 炒香很適合龍蝦的味道 為什麼你的龍蝦比我大 我嘴巴大啊 我一口可以給你吃下去 那我嘴巴大 那別了吧 你們知道我有一個稱號嗎 又有一個稱號了 又有什麼 又有什麼 嘴巴很大 我咬囉 又有這樣 你咬一下 給大家看 這道全台最狂的龍蝦披薩 整隻龍蝦平躺在上面 讓人看了食指大動 滿滿的乳酪和龍蝦膏 加上特製的手工餅皮 讓人一片接一片吃得很過癮 你介紹這麼好的一家商店 這麼多的美食 我一定要送你 有這樣送 對 沒有 我要送你一個小禮物 真的一定要送它 沒有 不好意思 我找不到 在這裡 什麼什麼 來 我要送你 我的新書 來自土耳其的邀請函 希望這本書 會讓你更了解土耳其 超像是土耳其的 小巷帶髮還沒帶到土耳其 歡迎 歡迎 你看一下裡面 有很多特別的諮詢 文化 有 我要當純家之寶 好 好好的享受 而且你看 當主持人都好 在這個節目 可以宣傳自己的新書 而且不需要宣傳費 1350還是可以轉主持費 好 他很會算 好了 我們繼續享受 本集藉由小巷的帶路 精選出台中熱門驚喜之旅 五花八門的玩法 讓人感受在地創意多變的呈現 真是很值得前來玩味一番 豐富的美食 新潮的旅點 都是台中最吸引人的地方 台中我們下次見啦 台中我們下次見啦